浪捷舞作为一档备受瞩目的女性音乐 竞演节目 自公布全阵容以来 变话题不断 本季不仅国内姐姐们实力强劲 海外艺人的加入 更是为节目增添了国际色彩 然而 随着节目的深入 各种争议和意外也接踵而至 其中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 曹璐的缺席 在曝光的27位国内姐姐中 张于熙 亚米 杨锦华等人气选手的加盟 无疑吸引了大量粉丝的关注 歌手萨鼎鼎 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厚的音乐功底 成为了本季节目中 咖位最大的参赛者 而韩雪作为演员界的佼佼者 其参与浪捷舞 也证明了他跨界音乐的决心和实力 曾经的选秀明星 如萨鼎鼎和刘欣 如今已经成为各大音乐综艺的常客 他们的同台竞技 无疑成为节目的一大看点 随着节目的开播 争议事件也不断涌现 秀人们的粉丝群体 成为了节目讨论的主力军 他们对偶像的支持和声援 在社交媒体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然而粉丝之间的争执和对节目安排的不满也时有发生 这些多位节目的热度和话题性增添了不少火药味 在海外艺人方面 本季浪捷舞打破了以往的记录 邀请到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八位艺人 澳大利亚的蔡诗云 美籍韩裔的郑依可 越南的孙夏琳等国际姐姐们的加入 不仅为节目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 也为观众展现了不同国家女性艺人的风采 然而 日本姐姐的退赛事件却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原本备受期待的日本姐姐 因为种种原因退出了比赛 这让很多期待她表现的粉丝感到失望 最为人关注的是曹璐的缺席 曹璐作为一位有着广泛粉丝基础的艺人 她的口头答应了另一档喜剧类综艺节目的邀约 最终错过了浪捷舞 这一消息一出 立刻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很多粉丝为她感到遗憾 认为如果曹璐能够参加浪捷舞 一定会为节目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同时 也有观点认为 曹璐的选择 可能会影响她在粉丝心中的人气和形象 尽管浪捷舞开播后的争议不断 但不可否认的是 节目依然保持着高热度和关注度 无论是国内姐姐的激烈竞争 还是海外艺人的文化交流 都让观众看到了 女性音乐静演节目的魅力 而对于曹璐的缺席 虽然有些遗憾 但这也是艺人选择和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 未来 曹璐在喜剧类综艺节目中的表现如何 也将是她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新的起点 国内姐姐有27人 分别是张玉西 亚米 杨锦华 陈浩宇 袁亚维 蔡文静 苗妙 韩雪 何杰 吴漾 刘欣 尚文杰 朱丹 周扬青 柳妍 万妮达 李希瑞 谢金燕 管月 萨鼎鼎 郭书瑶 李佳格 韩亦 陈丽君 王林 范甜甜 七威 浪捷舞 作为一档集结了国内外众多女性艺人的音乐竞演节目 其全阵容的曝光无疑是一大亮点 节目的开播不仅为观众带来了视听盛宴 也为参与的艺人们提供了展示自我和挑战自我的平台 尽管争议和意外不断 但这些也都是节目多元化和真实性的体现 对于曹璐的缺席 虽然有些一难评 但也期待他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继续发光发热 展现不同的精彩 眼看成峰2024就要录制首场公演了 各位姐姐们正卯足了劲投入到热火朝天的歌舞排练之中 这一季浪姐在舞美设计上玩出了大手笔 直接对标了批歌的舞台风格进行全面升级 整个搭建感与批歌系列如出一辙 回顾过去几季的浪姐 那会儿舞台可是全屏姐姐们的精彩表演 撑起一片天成为节目里的绝对焦点 记得第四季的时候尝试引入水舞台元素 尽管带来了新颖变化 但网友对此却有褒贬不一的声音 批评声也不少 于是乎 这回制作组痛定思痛 对舞台美术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大改造 不仅摒弃了之前备受争议的设计 更是全方位借鉴和同步了批歌的高级舞台配置 力求呈现出更为惊艳的视觉效果 一公一共分成了八组 每组的阵容与之前的内容相符 其中有四个四人组 两个六人组 一个三人组和一个五人组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组合 需要等待节目播出才能揭晓 一公的赛制是要进行三大阵营PK的 而这八个队伍如何联盟 也是等待节目播出后才能得知 大致可能是四人组联盟 对阵两个六人组 以及三人组和五人组之间的对决 歌曲方面也是极具看点 陈立军、柳妍、萨鼎鼎 陈浩宇组合演唱的《无归期》 非常符合他们的国风形象 这个舞台呈现为一个唱跳舞台 背景设置游水和船 刘欣一组演唱的女孩 是维里安的作品 风格偏向乐队音乐 舞台呈现上有一个递进的故事情节 有点类似批歌的表演舞台 王林一组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 尽管以为是古装风格 实际上被演绎成了现代舞节和车站雪景的风格 王林初首次登台时 她以一头黄发和粉色皮衣的造型 惊艳亮相 表明了她在这个季节 将向观众展示她的舞蹈才华 雪怡不仅仅是一位敲门者 她还会引导傅文配打开心扉 同时展现出她出色的歌唱和舞蹈技巧 七威和谢金燕的表演将呈现歌曲 Greedy 这是一段充满唱跳元素的舞台表演 她们身穿棒球少女的服装 七威也将再次展现出非凡的舞台魅力 袁亚维领衔的团队由五位姐妹组成 她们将演唱热冬 这首歌曲是蔡依林的代表作 由于团队中有国际姐妹的成员 这次表演还将呈现中英文版本 并加入了说唱元素 使得舞台更加炫酷 郭书瑶的团队由三人组成 将演唱王菲的百年孤季 同样 这个团队也有国际姐妹 因此表演中也会穿插外语 另外两个六人组中 首先是由韩雪领衔的团队 成员包括韩雪 何杰 周扬青等人 她们将演唱甜美风格的咖啡 由于团队中有越南姐妹 因此这次表演将呈现中 乐双语版本 尚文杰和朱丹这对组合 将联手挑战少女时代经典曲目 The Boys 准备在舞台上 以一种新颖的方式 呈现这首代表作 据说 她们的表演会 采用吊威亚技术 空中飞舞 搭配帅气西装造型亮相 绝对是一场颠覆传统 视觉冲击力十足的演出 这次活动中 各个表演团队都卯足了劲 打算秀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魅力 比如陈立军带领的国风组 正叙事待发 将以浓郁的传统韵味 惊艳四座 七微挂帅的唱跳组 则誓言要通过竞歌热舞 嗨翻全场 而刘新领军的乐队组 也准备用现场震撼的音乐力量 征服观众 如果你对这些各剧特色的 表演小组成员构成好奇 可以去翻看先前发布的详尽内容 现在问题来了 综合考虑这些精心筹备 实力不凡的舞台表现 你心里觉得 哪个团队最有可能在这场较量中 拔得头筹 成为全场焦点呢 综艺圈风云再起 浪杰舞即将掀起一场风暴 最新路透显示 贾玲将亮相 她的成功减肥成果 备受期待 贾玲的加入 让整个综艺圈都为之振奋 因为她的存在 总能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 韩雪 她的名字就像一缕清风 缕次在演技综艺中夺得冠军 成为女神级人物 然而 在歌手出道的身份下 她一直以低调示人 这次 她选择以何种方式经验登场 浪杰舞是否能够成为她全能进化的舞台 成为娱乐圈的全能艺人 这一切都值得期待 低调名声背后的演技精湛 虽然在歌手出道 但韩雪一直以来在演技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 她在综艺节目中频频夺冠 不仅展现了强大的歌唱实力 更是在表演领域有着出色的发挥 低调的名声背后隐藏着一位演技精湛的艺人 这也让人更加期待她在浪杰舞中的表现 作为全能艺人的进化之路 并非一蹴而就 韩雪一直在踏实前行 不断挑战自我 在浪杰舞中 她或许会展现更多不同的一面 无论是在音乐领域还是表演方面 都能够踏出坚实的步伐 这次的舞台 是否能够成为她全能艺人之路的新起点 让我们拭目以待 多面性格展示是否能在舞台上实现华丽转身 浪杰舞将成为韩雪展示多面性格的舞台 她是否能够在舞台上实现华丽转身 展示更为多元化的才华 或许将成为这一季最引人注目的看点之一 观众们期待看到 她在音乐和表演之间游刃有余的状态 从而进一步巩固她在综艺圈的女王地位 对于韩雪而言 浪杰舞或许是她成为娱乐圈全能女王的关键时刻 在音乐和表演两方面都能够独步天下 不仅在综艺圈成就卓越 同时也巩固自己在歌手身份上的地位 这次的表现将成为她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也是她是否能够成为全能女王的关键一步 萨鼎鼎从质疑到无人超越的音乐女王 萨鼎鼎曾被质疑假唱的音乐女神 在《香蜜沉沉静如霜》主题曲 《左手指乐》中一举翻身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她的加入不仅让人惊艳 更让观众充满期待 浪杰舞是否能成为她再次夺冠的舞台 这是一场音乐之旅 也是一场对才华的真实考验 萨鼎鼎的音乐之路充满坎坷 她曾被人质疑假唱 但她选择用实力回应质疑 《香蜜沉沉静如霜》主题曲《左手指乐》成为她的巅峰时刻 也是她重新赢得观众认可的重要一步 这次的浪杰舞是否能够延续这份势头 让人期待不已 成名曲《再战》 左手指乐是否能成为最大亮点 观众们纷纷猜测 这次的浪杰舞中 萨鼎鼎是否会再次以左手指乐成为最大亮点 这首歌曲已经成为她的代表作 而她能否在新的舞台上 以这首成名曲震撼全场 让人拭目以待 成名曲《再战》 是否能够为她在综艺圈的新篇章揭开序幕 这也是观众最期待的瞬间之一 萨鼎鼎的唱功一直是无人能够超越的 特别是在左手指乐中展现的感情表达 和音域的完美驾驭 观众们对她的唱功纷纷表示赞叹 再次夺冠是否指日可待 这次的浪杰舞将是她展现唱功的绝佳舞台 也将是观众们见证音乐女王的时刻 袁维亚技术性歌手的爵士唱功 袁维亚一位以唱功著称的技术性歌手 她的高音和转音一直是引人注目的亮点 在音乐的舞台上 她犹如一位冉冉升起的明星 以独特的音乐才华吸引着观众的目光 这一次她参加浪杰舞 观众们期待着她在比赛中展现出众的唱功 成为一匹黑马 为整个比赛带来更多令人瞩目的看点 袁维亚的音乐才华主要体现在高音和转音的完美结合上 她能够轻松自如地穿梭在各种音域之间 展现出卓越的技巧和音乐表达力 这种技术性歌手的独特魅力 让观众们对她的表现充满期待 在浪杰舞的舞台上 袁维亚将如何展现她的音乐奇迹 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焦点 音乐之路的坚持与努力 黑马崛起的故事 每位成功的音乐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音乐之路 而袁维亚也不例外 她的唱功并非天生 而是经过岁月的洗礼和不懈的努力积累而来 在浪杰舞中 观众们将有机会见证她音乐之路的坚持与努力 她是否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露头角 成为一匹黑马 这也将成为她音乐生涯中心的高峰 袁维亚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歌手 她还有着丰富的音乐才华 在浪杰舞这个舞台上 观众期待着看到她如何展现多面的音乐才华 是否能够在比赛中创造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这不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个音乐的盛宴 袁维亚将如何在其中脱颖而出 成为观众们心目中的音乐之心 张于希 美貌剑膜脸的33岁 焕发新生 张于希 以剑膜脸庞和经验美貌著称 是综艺圈的一颗璀璨明星 然而 近期在路透照片中 展现的若有若无的瘦弱 引发了关切 这位33岁的女星 似乎正在通过浪捷舞这个舞台 焕发新生 她的外貌是否能在舞台上取得突破 也成为这一季比赛的一大看点 张于希一直以来都是美貌建模脸的代表 她的独特气质和经验外貌让人难以忽视 在综艺圈 她凭借出众的外貌和亮眼的形象 成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女神 这次参加浪捷舞 她将如何继续闪耀 展现出不同寻常的魅力 这成为观众们极为期待的一个焦点 这次参加浪捷舞